11月24日,就在国际小厨针对妇女暴力日的前一天,佛罗伦萨一名年仅21岁的华人女孩被一名30岁的墨西哥籍男子掐死。 佛罗伦萨市长达里奥纳德拉、达里奥纳德拉宣布,11月25日,在市政厅酒公Polado、Vecchio叫半旗,以纪念这名日害的华人女孩,以及所有受到暴力侵犯的女性。 意大利共和国报报道,两人为新婚夫妇,于一个月前结婚,案发当天11月24日早上,30岁墨西哥籍丈夫在佛罗伦萨巴耶斯·阿姆卡特利尼,Dialessandria,接被一家兵馆内,杀害了她的妻子,这名21岁的中国女孩。 据报道,当时,这堆正在佛罗伦萨杜蜜月的井里,发生了激烈的争吵。 随后21岁的华人女孩,被其丈夫用双手掐住脖子,导致其死亡。 女孩的丈夫再杀死女孩后来到了宾馆的大厅,告诉宾馆员工自己犯了罪,随后一名员工进入房间,发现了女孩的尸体。 接到包警后,静风立即赶到现场,验尸官随后进行了检查,凶手及几名证人,被送到禁局,进行进一步询问调查。 根据警方的初步调查,两人由于所致发生激烈争吵,并最终导致凶杀案的发生,共和国报最新消息称。 这对情侣于一年前在泰国相识并开始交往,并于一个月前结婚。 而案发时他们正在佛罗伦萨度命院,两人于11月20日到达佛罗伦萨。 本计划于案发当日的早上离开,11月25日,是联合国确定的国际消除针对妇女暴力日,而这起凶杀案就发生在这个国戒日的前一天。 为了纪念这名在宾馆中被残忍伤害的华人女孩,佛罗伦萨市长达米奥纳德拉宣布25日在市政品就工匠办齐,同时也以此纪念所有在意大利遭受暴力的女性。 这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事件。 纳德拉市长说道,对女性的残害是我们这个社会中最堕落的表现之一。 我们不能放松警惕,而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大量的暴力案件上。 在意大利每72小时就有一名妇女死亡。 暴力事件涉及到意大利所有的地区及各行各业,标新加这顶议会,一秒找到议会军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